各位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连任之后 很多人都预测 中国的动态清零就会很快结束 因为前一段时间 这个动态清零 其实变成了中共党内的一场路线斗争 习近平要坚持动态清零的路线 哪怕是牺牲经济也在所不惜 疫情清零那是第一位的 李克强则提倡和病毒共存的路线 强调稳经济的重要性 人们吃饭是第一位的 疫情防控不能过分的影响经济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动态清零这种极端的疫情防控 对经济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而且也不能够真正的清零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病毒又卷土重来 人们要想战胜病毒 消灭病毒这个事情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 只能选择和病毒共存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李克强提倡和病毒共存的路线 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也是世界各国所采用的 过去习近平是因为要拼连任 他就和李克强为首的反习派系 进行权力斗争 在这个时候 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他就必须要反对批判 李克强的和病毒共存的路线 即使是李克强的路线是对的 那么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 他也要说李克强是错的 也要坚持这个动态清零 那么这样的政治斗争的逻辑 大家也都非常理解 可是到了现在情况 应该说已经不一样了 在习近平取得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 大获全胜之后 李克强这些团派 这些反对派已经彻底扫地出门了 既然习近平在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 那么中共党内围绕着动态清零的路线斗争 自然也就是结束了 因为党内李克强这些和病毒共存路线的人 都已经出局 那么习近平在疫情防控方面 他就不用再考虑党内斗争的政治因素 按道理说他就可以比较从容了 就可以选择最科学的办法来进行疫情防控 因此在习近平取得权力斗争之后 按理说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坚持 搞这个极端的动态清零的 完全可以采取比较现实的和病毒共存的政策了 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连任之后 很多人都预测 中国的动态清零将很快停止了 习近平也会采取比较现实的 符合科学的和病毒共存的路线了 可是事实的发展又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习近平连任之后 中国的动态清零不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是变本加厉 比如说郑州加强疫情防控 对郑州的台湾企业 富士康进行封闭 围场清零 造成富士康员工连夜大逃亡 这件事情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热议的话题了 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也停止营业 就是关闭了这个园区的周边区域 不允许新的游客入园 而且在园内滞留的游客 也需要提交核酸证明 进行核酸检测 必须有核酸阴性 你才能离开迪士尼乐园 总而言之 现在中国这个动态清零是不但没有消停 反而是变本加厉越发厉害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在取得权力斗争的大胜之后 在取得路线斗争的胜利之后 还要继续搞这种极端的 违背科学的 引发极大民怨的这个动态清零呢 这个很可能就是习近平自己 他也控制不了这一场动态清零的运动 也就是说习近平自己发起这一场动态清零运动 结果是他自己是控制不了 输不了场了 这就像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候 搞什么文攻武畏的造反夺权运动 最后造反夺权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武斗 毛泽东自己也是控制不住 最后只能派解放军进行军管 解放军的军管又造成了林彪军队势力极度的膨胀 以至于毛泽东后来不得不回过头来再整治林彪 结果又导致了林彪叛逃的913事件 那么现在习近平发起这场动态清零运动 很可能也就是在线毛泽东 当年文革那个文攻武畏造反夺权运动 就是自己发起的 但是呢自己是控制不住了 收不了场了 为什么习近平自己发起的这个动态清零运动 他不能做到收放自如 自己没法收场呢 这就是因为群众运动和高层那个权力斗争 它是不一样的 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 你要想收场可没那么容易 现在中国各地的这个动态清零变本加厉 其实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非常强烈的一个示范效应 因为上海书记李强 他忠实的执行习近平的动态清零 要求各个基层组织还要立下军民状 一定要彻底的动态清零 李强这个动态清零把上海的经济搞得是一塌糊涂 可以说是中国疫情防控搞得最差的一个点 可是李强把上海的疫情防控给搞砸了之后 他却得到了意外的窜身 窜身到仅次于习近平党内第二位的高位 这么李强就给北京的官员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示范效应 就是说你必须要坚持这个动态清零 搞砸的经济是不要紧的 你只要坚持动态清零就会得到习近平的欢心 就会被习近平认为是忠诚于他的 你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所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篡身到党内第二位 这个榜样示范效应是无穷的 就激发了各地官员大搞动态清零的热情 这种热情习近平自己都控制不住 因为这些动态清零都是在效忠于习近平的前提下进行的 习近平也很难对这些效忠于他的人泼冷水 这就是习近平连任之后动态清零变本加厉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本人也不清楚 中国现在新冠疫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现在习近平越来越高高在上 他的各种情报都是来自于下面的汇报 当地官员汇报情况之后 当然会强调本地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必须要进行动态清零 以前中国还有一套独立于各地官员的所谓传染病通报系统 就是这套通报系统就可以直接把各地的传染病的情况 直接汇报给中央 不需要通过各地官员来间接的汇报 但是这一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习近平来一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他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事实上就是破坏了过去那一套独立于各地官员的传染病的通报系统 就是由党来领导一切了 习近平破坏掉那一套独立于各地官员的传染病通报系统之后 那么这个传染病的情况就是又要依靠各地官员来向上汇报了 这样一来其实习近平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搞到最后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现在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到底是个什么样 他也不清楚 因为现在各地官员汇报疫情 当然就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向上汇报 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当地官员说我们需要多报 我们就多报 需要少报就少报 完全就是根据当地官员的这个需要来修改这样的数字 那么这样一来习近平就被下层的官员也就忽悠了 因为他就根本不知道中国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他也不知道这个动态清零给老百姓到底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下层官员的汇报 他们会说我们这儿的疫情很严重 非常需要动态清零 所以他们搞这个动态清零 也就是要利用动态清零这个机会 向习近平来表忠心 就把当地的疫情说得很重 所以才有必要搞动态清零 因为对于这些官员来说 你要不搞动态清零 就没有机会向习近平表示效忠 你就没有机会飞黄腾达了 这个动态清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让各地官员能够表示向习近平效忠的一个机会 所以各地官员都说我们这儿的疫情很严重 需要动态清零 那么习近平看到下面的汇报 也误以为中国各地的疫情都十分严重 那么他也就误以为确实是必要 就是要实施这个动态清零 这样才能把中国各地的严重的疫情给压下去 所以这样就变成了习近平连任之后 动态清零变本加厉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习近平他自己也不清楚情况 总而言之吧 现在习近平大概就是在线当年毛泽东的困境 就是亲自把运动发动起来 他却很难收场 现在习近平发动了一场 这个全国规模的大规模的动态清零运动 但他想要收场 估计这也都很难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